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截至二零六零年一月 全球超越战神级舞者朔阳 未升至八十一人 人类反攻怪兽的时机或将到来 人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老婆 这是从古文明遺记里发现的项链 叫永恒之恋 希望它能一直守护你的平安 难得你开窍一回 结婚作为地球人繁衍后代的程序 又是地理誓约 又是物品赠予 还挺繁琐 我和徐欣结婚 可不是为了走长血 各组织在悟道得到大量木牙金后 行星纪舞者增加了不少 各国也有充足的人兽地狱怪兽 这一年来 必就前所未有的评价 谢谢大家 我已能安心和徐欣办婚礼了 那个也不错 是 贾斯林 罗少爺 有场很重要的会议 第一元老叮嘱我们必须出席 你赶紧进入战神宫 好 好 请问我怪兽的数据 第三人狼 欧罗巴舰队 已与亚美利加舰队完全对合 请随时下达指示 全体听力 出动所有空中和海洋出战单位 对港口的怪赏紧急计划 对港口的怪赏 对港口的怪赏紧急计划 如此密切的火力 他瞬间就走过去了 开塔 继续下乡搜索 什么 丢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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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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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重新追我 我先往九点钟方向 起都才能入线 锁定目标 你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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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炮准备 虽然他的行动极快 但面对配备的激光炮拥有超高手 在魔力部位置下 他不可能避开短攻击 好手 听着目标 近距离观察 确认目标是否追回 不必要在前面 快散开 有意击杀 王级怪兽的激光炮 竟然不起作用 先去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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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 回首 第三元老 攻击无效 请指示 将基地激光炮 全部调到最大功率 准备再次打击 是 凯塔 继续带领空中编队负责用击 一定要把目标引入攻击范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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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火 他在移动速度太过惊人 导弹和激光炮都很难锁定和持续攻击 必须让他慢下来 开塔 我有个作战计划 快走 掩护我 主要驻在单位 体制攻击 能握笔令 这个怪兽太过膨大 暂时没有发现 能够救他 只能转散地托满他的速度 这就是机会 陈仙带 可抛马上 你最高功率集中所有激光炮都能够救 无法攻击 即便是授防都可能会受伤 他 优身目标 哪儿去了 什么 快 保护集团跑 开火了 开火了 啊 第一元老考虑到你我和索克洛夫都有军方背景 就让我们和五大元老同坐 倒是方便与各国政要协商 这位应该就是第五元老 阿特歼 据说 他是实力仅次于伊斯特的欧罗巴第二相朝 但形势低调 平日极少鲜身 这次在出席 看来情况很紧急了 我和俄森的伤势好重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好 各位 刚从亚美利家传来消息 那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预计在不久之后 在那儿 会席卷全球 这里有一段画面 你们看了就明白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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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頭怪獸要特殊的吞死能力 這座基地 整個航母編隊乃至所有士兵 全部分解成碎塊 最後一同被吸入怪獸口中 戰爭基地被整座吞噬 幾乎沒留下殘骸 除了我以外 聯合編隊的伊森長老 高級戰神開拓 還有十二名戰神機 和五萬零八十九名士兵 他們為了抵抗怪獸 戰至最後一刻 已經全部犧牲了 人類 將要面對一場前所未見的耗盡 旅盤中聯合佩 sla封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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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提前知会他们 议题一旦涉及到那头神秘怪兽 便及时与我们连线 总统先生 我们已经浏览过那则基地玉玺的视频 现在亚美丽家奔土情况如何 哀鱼怪兽在她的带领下 不断向内入侵袭 甚至有其他怪兽带队 分头捡 到现在 共有四座战争基地被毁 超过21万士兵丧生 是一只折服在海里的那两头树黄 要是他们也参与建讨 情况就更危急了 我们得尽快搜集情报 以便显出对策 不知各位是否知道她的来历 根据寒夏所掌握的资料 有一种宇宙生命的特征和这头怪兽吻合 我国经过慎重考虑 决定解封最高机密文件 玄机七号档案 李司令 由你来讲解一下 我们寒夏军方 为掌握海域怪兽动向 长期进行海洋侦测 期间 也曾发现过古文明遗迹 其中 二号古文明遗迹 就有记载部分宇宙生命的信息 该遗迹中的信息显示 有种怪兽数量极少 但只要成年就能成为宇宙集 这种怪兽叫做 星空巨兽 星空巨兽 你以前从未听过 星空巨兽 什么星空巨兽 星空巨兽 有不同的类别 它能吞下战争基地 应该就是其中的吞噬类 吞噬 嗯 这个类别 具有吞噬万物的能力 那这头星空巨兽 实力大概多少 有没有宇宙集 资料描述 宇宙集星空巨兽 体长为数千米至万万 这一套 仅一百八十 据我方估计 是行星级八到九阶 或者 是恒星级 这或许是地球人类第一次遭遇恒星级的对手 恒星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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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 雅梅利家不知还会有多少伤亡 战神空智能系统 对该怪兽的战斗数据 进行搜集和整理 这么快 鸿哥 他的速度是我们的两到三倍的吧 我作为行星级三级的精神练师 就算有对点速度 飞行速度 也刚超过我们千米妹妹了 无论从第三元老的战斗表现看 还是从数据看 人类要正面对抗行空军兽 只怕毫无神算 还是三万人的 城市 城市 巴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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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不认得屏幕上出现的怪兽 老天 你们是上哪都来的视频 就是地球上的 它出现在地球 这怎么可能 主人闯荡宇宙六千多万年 也只碰到过三台星空巨兽 且没有一头是这样的高等血统 高等血统 帮帮他 你说清楚 宗室类的星空巨兽 有两代巅峰血统 一种是银星巨兽 一种是金角巨兽 而这个 就是这两种当中 更加身材 并且更大的金角巨兽 它的现身 就意味着地球 已经被宣判死刑 宣判死刑 我的同学 老师 无管是兄弟 教官 我的父母亲人 我的爱人 我从小到达结束的所有人 都只是寒夏民族其中一个不起眼的很小很小的一滴水 而寒夏民族 则是地球人类的一部分 现在 完了 不 一定要杀了它 它 一定得死 你发烧了吗 你一个行星级三界精神念师 竟然敢招惹恒星级金角巨兽 你是有陨墨营霸传承 可金角巨兽的背景也很大 它血统高贵 实力强大 想杀它 简直 简直就是做梦 我们没必要跟它应拼的 就算危险 到时候让你躲进陨墨星号飞船内 飞船一关 它就算再厉害也破坏不了 而且 因陨墨星号金人的重量 也不是它能吞下的 不 别傻了 大不了 让你亲人也进入陨墨星号飞船吗 怎么 爸爸 他 难道我们像个缩头乌龟躲起来 躲过这场劫难 然后走出来一看 整个地球人类灭亡了 我爸妈认识的那些公友邻居全都死光了 只剩下我们一家人 有意思吗 你让我爸妈怎么生活 我怎么生活 无法想象 理解不了你们人类的想法 根本不是对手 还反抗 人 无法离开社会 无法脱离民族 祖国 地球上 如果就孤零零的一个人活着 生不如死 哪怕他 一个国家灭亡 幸存的子民有一个称号 叫做 王国奴 地球是我的根 寒夏民族是我的根 而我 也是其中的一片叶子 根如果死了 叶子还能活 把把刀 告诉我 怎么杀死他 没可能的 把把刀 你都能赶造飞船 难道还不能制造厉害的武器 将他击杀吗 呼杀恒星级的武器 罗峰 在宇宙中 恒星级已经算一方强者 宇宙旗强者 更是能靠肉体 跟星际舰队搏杀 也就是说 一般星际舰队 很难击杀宇宙旗 击杀恒星级 也是需要大威力的武器 这等威力武器 制造非常复杂 最起码需要几年功夫 可是以金角巨兽的速度 一个月内 绝对横扫整个地球 而且罗峰 大威力武器制造容易 发射呢 你要发射 并且命中目标 也很有难度 所以 如果真的要反抗 只有一个办法 是什么 你们地球上 有一些宇宙战舰残骸 那些残骸中 就可能配备大威力武器 虽然受到长时间侵蚀 早就无法用了 可是 我如果改造一下 或许还可能再用 当然 这要碰运气 毕竟 能击杀恒星级的武器 在星际战舰中 也算大威力了 比如 你们关注总部那艘飞船 只是运输舰 配备的武器 一般都比较差 巴巴塔 你告诉我 这头金角据说的准确实力 Hasidak 有 这几支笔才能百战不殆 他 你看 他头上那根 有大量金色蜜纹的独角旁 是不是有一个凸起 对 金角巨兽实力很好辨认 因为他在不同阶段 有不同特征 右体七额头只有一个独角 成长期 额头开始生长第二个尖角 青年期 额头开始生长第三个尖角 壮年期 长出第四个尖角 巅峰期 长出第五个尖角 实力越往后 尖角上的金色蜜纹越复杂 直至最后 尖角就仿佛金色 所以 他才被称为金角巨兽 他第二个角 才仅仅一个突起 估计 才踏入航星期不强 不过 他血统太强 成长速度非常惊人 在成长期 他会疯狂吞噬大量金属 并吸收 实力不断提升 所以 要杀必须赶紧杀 否则 他会越来越强 难怪他吞噬战争基地 战争基地 几乎都是金属 放心 他作为金角巨兽 虽然有体内世界 可毕竟是才刚刚结束 又体期的小家伙 每天的饭量是有限的 不过罗锋 我还是得劝你一句 星空巨兽 每一头都不好惹 他们血脉中 蕴含着古老的传承记忆 想杀星空巨兽 很难 想杀星空巨兽中 排名都非常靠前的 金角巨兽 更是难上加难 主人曾听说 宇宙中有一位不朽 碰到戒主及金角巨兽 欲咬击杀 按理说 不朽强者杀戒主 太容易了 可是 那金角巨兽虽然斗不过 但还是逃掉了 这种数量 无比稀少的 最巅峰血统 或许 你能战胜它 但要击杀它 很难 我试试怎么知道 他 他想要毁灭地球 那必须先踏过 我们所有武者的身体 地球 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 而身为武者的我 存在的意义 就是要生命 誓死守护这个家园 你这个死脑筋 可惜羽木星号上没有武器 不然 以羽木星号的强度 只要加速到惊人速度 加上它锋利无比的边缘 一个撞击 就是一颗星球也能切割 差恒星级跟切菜一样 可惜 羽木星号损坏 根本没办法飞 大卫 如果是行星级 八阶九阶的怪兽 我们还有希望 可如果是恒星级 剩下的可能性 最多只有一场 若采用大当量核弹打击 具备实施条件吧 大涅槃时期之前 超大当量的核弹 连试验都没地方试验 可是基地是时代 空旷的上万平方公里的地方 多的是 条件是有的 详细计划 还是交与各国专家讨论吧 司令 我是在想 如果失败 你是说民族传承计划 大涅槃时期以来 我们见过太多的老百姓 因为怪兽而颠沛流离 如今 好不容易才能在基地市中 获得片刻安宁 没想到 末日就这么来了 相信各国都一样 传承计划先暗中开始吧 如果我们地球人类真的反抗不了 再大规模启动 详细情况 离开虚拟空间再谈 或许 或许情况没那么糟 大家是地球的一员 没有一个愿意放弃 虹哥 你有把握吗 没把握 不过 就算没把握 到了最后关头我也得上 我已升至行星级七级 配合领域 已经行星级内无敌 再配合赤木鸭精快速成长的摩云桃 就算跟航星锦一街生死一战 也未尝没有希望 最大的麻烦 是不知道这一头星空巨兽的实力 各位 各位 从我们亚美利家 刚刚发送过来一段 关于星空巨兽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木鸭精 放棄战争基地 迅速撤退的 主要是我们总指挥部通过卫星 发现那星空巨兽 正在朝这方向飞 可是 星空巨兽太快 军队还没有完全撤退结束 又要被吞了 快点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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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一段视频 我们发现两点 一 他这次没有吞噬战争基地 而是火掉 二 他有远程攻击审判 混蛋 怎么了 我们之前一直在商议 使用超大量的轻弹 在这星空举手身体表面 或者嘴里爆炸 之前我们最不放心的 是他的吞噬能力 一旦吞噬 是否会对电子讯号 形成干扰 不过这个难题 我们差不多能解决 现在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 是他有远程攻击 以他不可思议的防御能力 超大挡量的轻弹 只要距离他超过五十米爆炸 恐怕都破不了他的灵甲 各位 清淡一旦爆炸 其瞬间产生的超高温 和扩散出的冲击波 以及核辐射 都是普通民众所无法承受的 但对于星空巨兽这样的怪物 恐怕未必能达到致命效果 核辐射 连各位超越战神都不怕核辐射 可我们别说这星空巨兽 所以 只有在足够近的距离内 瞬间的强大爆炸 才有机会重创 甚至摧毁星空巨兽 超大挡量的清淡一旦爆炸 那瞬间爆炸的超高温 就超两千万度 不过必须在他身边 因为巨变释放的超大能量 是朝各个方向复杂 血力中心点越远 威力越弱 对熏空巨兽这样神秘 不可思议的存在 必须越尽越好 最好是在他嘴巴里当炸 他口腔内部防御 绝对不及提表人家 到时候 少一吨当量的清淡在他嘴巴里 一定炸了他头颅化为虚无 对熏空巨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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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段当量的青带在嘴巴里炸 想得很美 可是 这么容易死的 就不是金角巨兽了 各位 对于这头先空巨兽 我知道一些资料 根据我获得的资料 这头先空巨兽本名为金角巨兽 他一旦发动吞噬 周围空间会流去与外界割离 这种情况下 远程控制战机内清淡引爆是不可能的 此外 这头金角巨兽的实力的确是航行机 唯一的好消息是 它的吞噬能有限 并非无底洞 所以刚才他对战争基地采取的是毁坏 而不是吞噬 罗长老 你的资料可靠吗 可靠 这是我在古文明遗迹内获取的珍贵资料 我们唯一的依靠 只有上帝了 观众 我希望能够获得五大国和各国武馆授权阅读地球所有古文明遗迹的资料 你这是 古文明遗迹 很多都是外星战舰残骸 我想找找看 也许能从中找到厉害的武器 这是一场浩劫 但所有人都在拼尽全力 人类能够禁过去 罗风 怎么了 怎么了 罗风 怎么了 别怕 有我在 爸 妈 你们所有人都待在家里 如果有什么危险 会进入楼上的中立室 那里非常切实 哥 怎么了 浩劫 一场全人类的浩劫来了 好 雅美丽家出现了一头名为金角巨兽的怪兽 我 红和雷神都不是对手 最想贫力的激光炮也无法伤其分寒 在他的攻击下 各国的战争基地都在快速人线 他所带来的这一次浩劫 恐怕会比大涅槃更严重 我会找到对付他的办法的 我会找到对付他的办法的 嗯 老板塔 古文明遗迹的资料你都收到了 结果怎么样 刚解析完毕 一号古文明遗迹 莫于百慕在海底深处 是一座高达一千两百米的银白色金字塔 这座遗迹极度危险 任何材料 高手 一旦高达一千两百米的银白色金字塔 但跨境入口都会直接毁掉 二号古文明遗迹 低处苏维埃特极北之地 是一艘碎裂的飞船残骸 这艘飞船的等级不够 不会有你想要的武器 三十一号古文明遗迹 会于寒夏国境内的神冬架深处 球形直径超八百米 表面散发大量无法防御的毒气 至今没有人能活着进入三十一号古文明遗迹 三十一号古文明遗迹 也与一号十二号古文明遗迹 并称三大绝境 我该进入哪一个 嗯 除了三大绝境 其他遗迹 各国都探索了差不多了 去了也没有用 而一号和三十一号遗迹 是必死之境 宇宙级强者去了也是必死 所以目标是十二号古文明遗迹 以你现在的实力来说 进入十二号古文明遗迹 也有较大危险 这个时候 再危险也得上 我不想因为遗憾而后悔 如果我现在不拼一把 就只能看着同胞死亡 民族灭亡 地球毁灭 为了不后悔 我必须燃进最后一地心 哪怕是死 也值得 主人说过 不管是恶人 善人 还是协议之人 真正的强者 肯定都有一颗坚定的心 罗峰 就是这样的人 李大哥 听说你马上要去古文明遗迹探索 我来给你送个行 大家还不知道浩杰的到来 以为明天的太阳 会照常圣经 武大国已经秘密开始 人类传承计划了 他们的战争持悲观太多 人类传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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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还不知道浩杰的到来 打死 都是 这是 是 因为明天的太阳 會照常盛起 五大國已經秘密開始 人類傳承計劃了 他們的戰爭吃悲觀太多 人類傳承計劃 各國實施軍管 兩室限量工藝 修建庇護所 建造太空船等等 為的是確保 人類的活種 能延續下去 我不想看到人類的未來 是卑微的狗活 這樣的傳承計劃 我不是第一次經歷了 上一次 是大念盤 你沒有真正經歷 那段生死掙扎的歲月 可能不清楚 我這一代人的心情 阿爾 阿爾病毒爆發 漫長的噩夢開始了 我的母親被感染 無法治癒 甚至在持續地變異 她在異常痛苦之下 提出安樂死 嗯 父親含淚尊重了母親的決定 但當時的我 只是痛恨他放棄了母親 我 你 老城区出现怪兽 军方紧急动员 兽朝来袭 军方决定实施核打西 军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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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 军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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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着这一车厢的孩子 我想他们的标牌 或许也是一则则 关于爱与牺牲的故事 一只维尼父亲的我 直到最后都在受着他的保护 今后 也轮到我去保护别人了 你来报名 父母知道吗 他们知道的 你还不符合参军的条件 保护人类生存的权利 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只要身为人类 就符合条件 后来 随着武者的涌现 人类得以建立基地 时生存下来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 可是怪兽每年都会出现 更厉害的主类和作战方式 我现在唯一的心愿 是我的后辈们 还有未来和希望 我已经老了 而罗锋里 还有无限的可能 集结命令下达了 我要赶赴前线了 李大哥 你保重 军方是寒夏国的第一道防线 我会尽量拖住那头魂杖怪兽的 再见 罗绍将 罗绍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地球和人类面临的这场浩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场 都必须迎接自己的战斗 一号 出发 前往十二号股灵已警 罗锋 关于金角巨兽的空间扭曲能力 我们商量出应对措施了 有办法了 金角巨兽发动吞噬有距离限制 那我们就在距离外引爆核弹 但这样就烧不到它了 我们就是要它判断核弹对自己没有伤害 这样才能接近它 如果有足够数量的疗机携带原子弹 在它周围爆炸 而没有伤到它 那我的红黄级战机就有机会携带最大档量的青弹 接近它引爆 简单直接 有可能会奏效 眼下有一个急迫的问题 根据卫星检测 金角巨兽已经摧毁了亚美里加所有的战斗 战斗基地 现成那欧罗巴大肆破坏 这么快 照它的速度来看 七天 只需七天 人类就会全部灭化 所以 我不得不将青弹攻击计划提前 今晚就实施 今晚 嗯 现在计划提前 聊机还没有全部到位 我需要紧急征用你的智能战机 好 我现在就把战机全线交还给你 去吧 也好啊 这些人最后的人 能够成为地球防线的一员 我和荣幸 谢谢你 主人 罗峰 海面距离海船有五千一百米 而十二号不文明鱼器 在海船下方三千三百米 明白 front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杀了内容 不知道多少人因你们而死 你们该有此报 深度水下两千五百米 三千米 四千米 海床 五千米深度的恐怖水压 就算是行星级无成 也不能轻易承受 但我用魔音堂幻化出来 这趟战甲 在叠加黑神套中 身体已经能承受这样的压力了 再往下三千三百米 爸爸他 这种隐秘的地方 当初地球刻骨 是怎么发现这遗迹的 靠地球科技当然不行 他们也是靠星级战舰上 获得的探测仪器才发现的 除了像我这种 能够主动隔离信号伪装 比你们无法探查的外 地球上其他仪器 几乎都被发现了 到了 我的精神念力 能够辐射周围五百米 但也只能辐射到 这艘战舰的一小部分 这艘战舰 甚至比极限无管走步还要到 龙峰 我们来对了 这是一艘星空见到的母舰 清单打击计划开始了 这艘艺舰 第一阶段 轻量核弹麻痹计划 启动 停下来了 携带两万吨当量的核弹 他发现先前战机了 三千米 一定要成功 他开始攻击了 五百米 就是现在 起爆 再次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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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阶段 轻量核弹麻痹计划 启动 就是现在 起爆 两万吨当量核弹 在金角巨数年前 也不过是一阵风 这不就是你们人类的计划吗 以小当量核弹 降低它的警惕值 第二架战机准备 六千米 三千米 它没攻击第二架战机 一百米 五十米 起爆 这么近的距离 在这举手面前就如同玩具 真是恐怖 两颗云子 成功练它放松了警惕 红哥 策略奏效了 启动第二阶段 高频轰炸 这些战机内 都携带这一点五万到六万吨当量的核弹 他们将是真正的究极武器量向前 最后的业务 优优独播剧场 一号 携带这三万吨当量的原子弹 一号 起爆 罗风 你的战机没了 是我的错觉吗 我怎么感觉这金角巨兽变得更壮了 原子弹连续几次爆炸 产生了超高温 粒子能 能刺激金角巨兽的身体 并且加速成长 这就好像人锻炼肌肉一样 有疑问的负担才会令肌肉更长壮 那进攻 就是金角巨兽在吸收金属之力 按照计划 真家伙会在第十到第十四架战机之间的某一个 真家伙出来了 一点武艺当量的青丹 人类真正地上毁天灭地的究极武器 让这出身看看 谁才是玩具 一点武艺当量的青丹 对付一头刚踏入恒星级的金角巨兽 还真难说 毕竟 没听说谁干过这种事 第三阶段 青南毁灭打击计划 启动 这是人类最后的希望 成功 我们已经要把我们度过这场浩劫 如果失败 那么人类将陷入恶梦当中 便当你按时期更加可怕的恶梦 军方已从前线基地完成战略转移 一定会成功 还有三十秒和金角巨兽相遇 二十三秒 二十二秒 一定会成功 一定会 保佑人类吧 杀死他 杀死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9 9 8 7 6 5 4 3 2 1 起爆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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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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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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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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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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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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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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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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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 2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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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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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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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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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你所在的江南基地是对他来说 也是近在咫尺 混蛋 小峰啊 你们马上进入重力室 记住 我不回来 你们千万别从重力室出来 时候我再跟你们解释 哦 哦 如果尖叫巨兽 真进入寒霞境内 基地室的伤亡将难以顾留 我必须尽快找到杀死他的武器 爸爸他 你这边有遗迹的线索啊 有了 遗迹就在母界内部的一个秘密苍间 这艘飞船 就是十二号国民遗迹中 隐藏的秘密 让我查查 原来是他 当年主人曾一张 毁掉整个星际舰队 我们所在的残骸 就是舰队的母舰 而他是黑龙山 X81型飞船 论造价 比整个母舰都贵得多 他的标配武器 就算要杀恒星级七阶八阶 都有希望 这个等级 恐怕要比恒星级一阶墙上百倍啊 这型号只有宇宙级 或者背景深厚的人才买得起 没有这威力不奇怪 好了 飞船内部有着严密的防御系统 闯进去是要拿很大风险的 入口处是一条狭长通道 和资料描述相往后 上面还说 这里有大量激光发射器 曾让无数地球高少死在激光之下 我得先探清虚实 好强 激光的威力 恐怕不会亚于地球上 最高功率的激光炮 哥哥 除了躲避激光 你还要打开 镜头的闸门方可入内 整个船体 是以巫异金属打造 只有宇宙级强者 才能勉强破坏 就像你们管主来了 也没法打开闸门 用赤魂铜目残片 能不能破坏 确实有可能 但以你目前的实力 还不足以将它的威力发挥出来 怎么办 要破坏闸门 还得看我恶魔巴巴塔 行丝远盼 却薄如利刃 这是打开闸门的工具 这叫居力顶 是我用来维修宇宙飞船的 类似于你们人类的千斤顶 但技术含量可高多了 你去把这件工具 插到闸门和地面的缝隙中 以我魔鹰战甲的防御力 加上崇山盾的掩护 不知 是否能扛顾着密切的激光攻击 硬创情不通 那我就直接用念力把它送过去 激光的反应速度太快 没等我把它送到闸门 就被轰飞了 激光和攻击通道内的所有目标 你单枪匹马硬头 他们自然会集中攻击你 那要是同时出现多个目标呢 原来如此 将盾天梭分解为刀片 会导致目标数量激增 从而分散攻击 明白 这样就能够好地掩护距离点 不错 很快就领会了我巴巴塔的意 智能系统已经侦测到闸门的情况了 多风 跟进进去 多风 快 夜神向前 快 距离给药汁撑不住了 光芳 全身都吟吟作同 还好 在最后罐头进来了 怎么 连续被激光射击 觉得委屈 大不了 回头给你加餐就是了 我们赶紧去指挥室 将信号器 插到飞船智能系统接口 只有这样 我才能想办法 攻克他的智能防御 将他控制 那么 攻击 本来 是 事 这 刚才 是 是 是 刚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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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动 这具尸体已经存在数十万年了 现在跟外部空气接触 立刻就氧化消散了 这三个 是什么外星巫虫 它们是一种叫做流营护卫的特殊产品 主材料是比乌与金属还要贵重的 流营金属 智能系统开笔真人 而且因为它们身体结构如水的特性 就算强者一拳杂在它们身上 冲击力也会被轻易卸掉 所以它们可以替主人抵挡攻击 是非常好的保镖护卫 是宇宙通用语 它的意思是 让我离开 别管它 现在飞船智能系统已经够不成威胁 你只管把信号器插到控制台左边的插槽内 冰狗 这智能系统也算不错 不过 我三十分钟内都能攻克它 以后 这黑龙飞船就是我们的了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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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受到攻击 请在三十秒内输入密码 否则启动自轨程序 还有自轨程序 这个飞船的主人真是可恶 有没有办法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十五 二十一 完了完了 就算宇宙最强的智能 也不可能三十秒攻克 十六 十四 十三 十二十四 爸爸塔 快呀 没时间了 二 没办法了 这个是我还不能放弃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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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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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金角巨射 启动所有正离子电磁炮 吸引金角巨射的注意力 其他人随我上战机 不能让金角巨射接近庇护所 这批紧急空运过来 还没来得及全部安装的正离子电磁炮 攻略要比亚美利家最新激光炮 还够一倍 希望能够效 用超级电脑精确控制所有电磁炮 将全部攻击急于一点 发射 都好 执行B计划 来呀 畜生 吸引导者的注意了 联队集结 成功吸引洛标 回到内终于左边攻击 注意后方 分开 去 小鹿 尖叫去手追着斩棋飞离江南基地市了 下我们的英雄 敬礼 爸爸他 你干了什么 道计时结束 飞船怎么没字报 还好本恶魔爸爸 爸爸聪明 时间紧迫 别卖关子了 原理很简单 我摧毁了这艘飞船的智能系统 那么飞船的自毁装置自然也无法运转了 你摧毁智能系统 嗯 将铺天盖地的流量导入这艘飞船的智能系统 系统无法短时间内处理如此庞大的数据 就会当机 这么野蛮 这种野蛮摧毁也是看实力的 在智能层次上 我远超过这艘飞船的智能系统 所以才能做到 所以才能做到 不过遗憾的是 野蛮摧毁的后果 是整艘飞船的控制系统损坏 短时间内想再启动它 是不可能了 爸爸他 谢谢 小事小事 独风 这艘黑龙山X-81飞船 在宇宙中也算不错的飞船了 这艘飞船的主人 应该是银河系里有一定地位的人物 他的遗物肯定不错 带走 还有那三具流营护卫 带走 我修一下看能不能再用 那武器呢 这艘飞船 有没有能击杀金角巨兽的武器 你刚刚的野蛮摧毁 有没有破坏武器系统 野蛮摧毁 只针对智能系统和控制系统 武器不受影响 我刚刚检查过 武器有点老化 最近经历了数十万年时间 不过你放心 以我恶魔巴巴塔的能力 一两天时间内 保证组装出一件 能击杀航星级的武器 太好了 麻烦你了 巴巴塔 小事小事 飞船我现在就收进我的储存空间 进行武器修复 出去的时候 我再将这艘母舰残骸也收起来 找找有什么好东西 不知道外面怎么样 罗峰 罗峰 听得到吗 假司令 我之前在国民遗迹里 那里信号被隔绝了 好 出来就好 外面现在怎么样 金角巨兽被清单重伤后 疯狂地攻击了寒夏和印版的所有战争基地 江南基地史也遭到了波及 幸好他只是发泄怒火 并未被基地史集中攻击 在我们寒夏国将士的奋勇抵抗下 尽叫宇宙后来调转的方向 往杨卓周旭了 你先回江南基地史 看往下家人吧 之后我们在战神宫后面 从来 走 走 罗峰他谁 罗峰 金角巨兽 哥 小峰 老峰 妈 妈 阿华 珍南 你们还好吗 好 都很好 同胞们 今夜 我们怀着无比痛苦和悲伤 送遍第一批遇到的将士 和不顾民众们 这是全人类的灾难 我们是为了生存而战 我们寒夏谷六大基地市 在今夜金角巨兽第一轮攻击下 死难的民众和将士 不下于五百万人 五百万 金角巨兽 宇宙中的巅峰却动 虽然才达到恒星级 可对地球人类而言 就是末日 人类在它面前 如同弱小的蚂蚁 而金角巨兽 就好像一个巨人 跑到一个又一个蚂蚁国 不断猜死一群又一群的蚂蚁 由于金角巨兽 摧毁了全世界所有的战争基地 大批海域怪兽 究竟沿着河道攻向了各大洲内陆 海域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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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在你们江南基地市东部 有十二头 王级海域怪兽刚刚登陆 其中有六头 朝东南军区方向去了 这个时候 我也不多说了 带着沿尔 遍 蚂蚁 卧鳐 小心点儿 保护好我的家人 一旦基地是遭到攻击 协助防御和救援工作 可惜那三架机器人 都是黑龙山X81飞船上的维修机器人 攻击力就一般 帮不上你什么忙 流银护卫和飞船上的武器 需要多少时间修好 流银护卫需要三天的维修好 至于武器 我已经将黑龙山X81飞船上 最厉害的单体攻击武器 雷射炮给拆了下来 就在维修中 雷射炮需要的能量结晶 我这也有储备 修好需要多长时间 我在全力维修中 预计还要二十八至三十小时 一天多时间 只能及希望一斤脚举手 休息和养生 那么多花他一点时间了 查清楚这六头王机关手的资料了 分别是盘踞于东海的东海青龙 折腹在北方海域的镇山精王 长期在南澳大陆两侧水域活动的 剧组水母王和紫青龙 印犯一带活跃的肩甲地龟 以及在阿拉哈地区出现过的地龙王 这六头王机怪兽 不仅都是一方霸主 其领地也互不干涉 这次居然合作了起来 能够命运王机怪兽的 是有深海中的两大兽王 难道兽王也已经加入青江区 中龟下了吗 罗锋 江南基地市的安危 全在你一人肩上了 将这一战进行全国直播 老周 全世界的人类 此刻都是命运共同体 人们需要希望 罗锋 就是这个可以给全世界 带来希望的人 阶级波网 现有六头王机怪兽 正朝东南军去而安 军方正在布置防线 由于此前战争基地 已被金教巨兽全部毁坏 将士们不得不以血肉之躯 来对抗外首 最新消息 极限武管罗锋巡查室 正以最快速度 飞往东南军区前线 天哪 罗锋巡查室的飞行速度 打落了5610米每秒 我们就跟罗锋将将 出力 怎样合线 水 接下来 追上了 我兵许扎弃 追上了的六头皇级关秀 我兵许扎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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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念力兵器 虎刀牌 我兵许扎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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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刀弃 我兵许扎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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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战神们 我兵许扎弃 一天之内 我兵许扎弃 开火 我兵许扎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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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海了 曾与扎弃 我兵许扎弃 三大轻轻轻 自扎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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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弃 自扎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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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得 自扎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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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扎弃